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爱的关东组的夜光天使关怀活动 迈入第十一年 那也是预约下一个十年了 那今年我们的举办的活动的方式 有点改变 因为为了防疫呢 我们今年呢就不足直接组这个关东组进到学校去 我们呢跟这个厂商呢购买儿童餐 所以呢 虽然呢形势不一样 但是那个爱的一个心跟爱的温暖的传递 一直都是一样的 也非常感谢呢 我们一直以来同济会 还有我们云林区的同济会所有的分会呢 大家一起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关怀夜光天使的这样的活动 那过去十年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呢 小朋友受到启发之后呢 现在在各个领域也发展的非常好 有些已经这个从空军学校毕业 现在已经在服役了 那有些呢也是即将从这个国立的师范大学里面呢 即将从相关的一个学系来毕业 也要开始来做这个春风话语的一个工作 那平常呢这些孩子们呢 夜光天使的孩子们也非常上进 不管在学业上面的表现之外呢 他们在寒暑假之余呢 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去做免费的一个辅导志工的工作 我想这就是一个爱的观众主 温暖传递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延续啦 那如意园的发起啦 我们社团同机会的社团只是一个炮砖领域 希望大家可以对我们家的清潭家庭还是国家 我们只是做一个炮砖领域 我也希望我们自己有能力 我们可以为社会付出 也感谢议团 第一次的十年我们一样 以北港会为承办法 我们还有下一个十年 好谢谢 秉承的我们蔡岳如议员的传承 他主要是要把关怀儿童的精益 把夸扬在各个学校 所以一切都是由我们北港会 从北港口湖水淋三个乡镇开始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行业记者会 但是我们在将近我们在未来的十年 我们一样会秉执蔡岳如的 蔡岳如的领导之下 我们一定可以继续的在后续的十年 谢谢 有需要的人 真的很感谢这十年来 记者会都是从北城国小出发 我想这是我们叶如议员的私心 因为北城国小喜欢叶如议员的母校 他一定特别灌赖我们母校的校友 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所有的 关心这项活动的长官们 你们的一个爱心 真的让我们小小端看到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活动 更多的善心 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 能够再更传递到我们的孩子里面 谢谢红级领导 谢谢大岳如议员 赞 点亮儿童未来 点亮儿童未来 红纪领航 红纪领航 闪耀归煌 闪耀归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北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北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北京